我现在呢刚从大兴的这个安检口出了 然后呢准备去休息室 因为我的安检呢其实是在C40 但是呢 龙腾的它的这个休息室 只在B33附近 所以我现在要先到B那边 然后据说这个登记室呢又特别的远 所以我现在要先走过去 然后在那边休息一会儿 到我这边开始安检了 那就是我这边开始登记了 我再走回来 不过好在呢是 我等一下登记这口是C40 C40呢它其实离大兴机场这个中心啊 是比较近的 所以等一会儿呢应该不会走太远 所以接下来呢就往这个安检口走 那这个休息室它其实是叫南航的经营卡会员休息室 然后在这个休息室的服务备注中也标明了 只限于乘坐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的乘客来去休息 所以如果你是其他的行的呃呃 乘客你可能就不用来了 因为他可能不接待 所以这块你还是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的 好呢我现在呢已经到了B33 你们会看到我后面这上面应该就是休息室 所以我现在决定去休息室去 休息室这边是有一电梯可以上去 等电梯坐电梯上去 然后拿出我的融通卡 准备刷卡 而且它这边呢其实可以升仓 我们确定我一会能升仓不能 一会看一下 因为我还没试过的仓 你好我需要办案里一下休息室龙腾的 在哪里 对 然后这个是 白线上去 对 C3172 大兴到保安 我看一下 我给你拿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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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那个广州和现在都会有流控 平均1.5小时的流控 就目前最近的时间还得清休息室这边广播 你带我去这边广播登记你再过去 好就是这边会提醒我是吗 对 我一边登记广播 好谢谢 请你带我这边三天跟附伍人士 可以四十一 对 好 那么你这边的手机 为了里面 谢谢 好谢谢 现在呢我就办理完了登记 然后呢 电影室的小姐告诉我说我去回生日嘛 现在这边有流控 所以可能会晚一点 刚进来以后 右手边这边就是按摩椅 然后这边就是正常的休息区 有沙发 可以看报纸 然后前面应该是水吧 就是要有卫生间 他这里面有卫生间 这样就不用跑很远了 还挺方便的 嗯 还有儿童游乐区 还不错 小朋友来了可以玩 对 然后这边是水吧 有吃到喝的